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我们谈过说话的技巧和听的艺术 在语言沟通的范畴中好像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 其实呢我们提过的说跟听只能算是一些单一活动的基本原则 而沟通的行为却是具有连续性的 它是连结了许许多多单一的活动 在不断的激发与回馈之中持续进行的 因此这里面可能充满了风云莫测的诸多变化 如何掌握变化以成功的达到一次沟通的目的呢 这就是我们即说跟听之后将要为您探讨的主要内容 对不对小乔 没有错 我们曾经说过沟通有如在沙滩上推球一样 你来我往彼此都有责任让那个球保持在空中 但是这一来一往并非一成不变的 就像沟通行为一样 一句措辞不当的话很可能将融洽的气氛破坏无遗 那怎么办呢 咱家们认为起码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学习的 那就是回馈和抉择 大乔我们先来谈谈回馈吧 好 回馈本来是传播学里的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是指传播活动的反应 在人与人的沟通行为中就是有问有答的意思 比如我说 小乔 嗯什么事情 今天你心情好闷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情 你不妨说出来我听听看 你看 你一句我一句 像这样的谈话就能够继续的说下去了 那假如我说 小乔 今天我心情好闷啊 你看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于是沟通中断 所以传播学者认为 回馈 一 可以维持沟通的良性循环 二 可以避免讯息的误解或扭曲 三 可以根据回馈来改进或更新传播的技术和内容 至于如何回馈呢 学者提到一种叫做硬的技巧 所谓硬 就是把您所接受的讯息 像镜子一样的反射回去 或者是讯息 从这里 续